开抗力宝是以防瘾素为主的抗菌态产品 具有替代抗生素、杀灭肠道有害微生物的功能 同时具有高效低耗的免疫促进功能 能全面提升动物机体的免疫能力 对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恢复肠道健康有显著功效 2020年中国将全面禁止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 我们也做了大量替代抗生素试验 其中和四川农业大学合作完成的抗生素替代后 复合抗菌态对断奶子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比较具有代表性 试验选用断奶日灵体重相近的二元杂交子猪 随机分为三个处理、每个处理四个重复 对照组为基础日量 抗菌态组为基础日量加每千克400毫克抗菌态 抗生素组为基础日量加硫酸粘感均素 每千克20毫克 吉他酶素每千克50毫克 试验预示7天、正式实验28天 在试验过程中 每隔7天采集并统计分析一次数据 通过最后试验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 太康力宝组平均日增重显著大于抗生素组和对照组 料肉比均显著小于抗生素组和对照组 在控制腹吸率方面 抗生素组和太康力宝组差异不显著 显著小于对照组 太康力宝组中 肠道乳酸感菌和双齐感菌数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大肠感菌数量显著小于对照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太康力宝是抗生素经营后 解决肠道营养与免疫功能失衡的最优方案之一 太康力宝既不是活菌产品 它不会消耗饲料能量 它也不是药物 它是机体的组成部分 不会对机体产生负效果 因此使用太康力宝贴代抗生素 不仅能消除抗生素使用对动物机体的负面影响 同时还能减少耐药细菌的数量 总之使用太康力宝可以在抗生素禁用后 最大限度地恢复动物生长性能和控制动物腹泻的发生 太康力宝作为动物免疫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 能全面提升动物机体的免疫能力 在校企合作项目 太康力宝调节免疫作用机理研究课题中 项目全面评估了太康力宝对断奶子猪免疫功能的影响 包括细胞免疫体验免疫等多方面内容 在断奶子猪体验免疫功能的研究中 太康力宝也表现出提高断奶子猪体验免疫功能的效果 其中太康力宝对于猪瘟抗体水平 免疫球蛋白 白细胞借素 伽玛干扰素 肿瘤坏死因子 补体等重要的免疫功能指标的提升能力 均在20%以上 通过大量的实验验证及数据分析 我们得出 太康力宝对动物血液生理生化指标 动物体验免疫及细胞免疫功能 动物血液及组织抗氧化功能 动物肠道微生态环境 均有正效及改善效果 综上我们推荐添加量为 母猪料每吨500克 酵槽料每吨500克 紫猪料每吨300克 中大猪料每吨150克 中大猪料每吨500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